因为疫情而失业 从而选择不去还贷款 这个目前来说是一个是一个隐患 而且这个具体数字也一时很难统计的到 第二呢就是房产的增值 确实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的增值过猛 这个也会是一个隐患 那么第三就是这个租金的拖欠率 它跟这个贷款拖欠率 其实性质是一样的 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 所以呢总的来说隐患对未来是不得而知 所以但是不同的市场 它对它的影响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那么2021年现在到底是一个投资房产的好时机吗 咱们有很多主流媒体油管的博主 他们都在发表自己的意见 那么我在这里呢尽量保持客观 希望用一些事实来跟大家阐述一些观点 然后希望大家做出一个非常理智好自为之的决定 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谈谈就是房产投资之前 有几大要考虑的因素 第一呢就是投资房地产的这个目的性 这个很简单了 就是说如果你问我买哪个地方的房子好 但是呢你要是没有把目的性告诉我的话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给你回答的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呢首先要知道的就是你投资房地产到底是为什么 你的需求是什么 那么第二呢就是买房子的成本 以及它的持有成本 很多人他总觉得买房的就跟买股票一样 买了之后他增值了那就开心 这样的话实际上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但是呢你在考虑到房子未来有可能增值的 同时也要考虑到这个房子的这个持有成本 以及它的这个维护成本 包括现在这个这个这个木材变得越来越贵 所以它的这个持有成本维修成本也是会很高的 也就是说一座移动房子 它要是在长时间内能够涨多少 它是一方面 但是当你刨去所有的持有成本 以及它的这个维护啊 这方面方方便便之后 你真正能够落入口袋里还有多少呢 这个我也希望在投资之前先把这个数 这笔账先好好的算一算 第三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退出计划 投资的成功不仅是要学会什么时候进场 更重要的就是要学会什么时候可以成功的退出 所以在投资房房地产之前呢 一定也要考虑到这这道这栋房子 日后你们要做出这个出售的时候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只有这样你的投资才会有真正的回报 比如说出租的时候啊 这个出售的时候的增值税 经纪人的佣金 方方面面的这些成本啊 算进去之后 你才能够知道这个计划 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计划 那么接下来呢 谈到这个投资房地产的目的性的时候 首先就是你要问问自己的想法啊 无外乎就是第一你是想获取短期的这个增值的暴力呢 还是希望获取长期稳定的避险 甚至是长期实现一个很好的这个现金流 他这些都是非常不同的这个目的 而且也希望因为这有很多朋友啊 如果当你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房地产投资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可能三种目的性都会有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要看如何把这些不同的目的性进行一个有机的组合 以配以及配置 这样的话 而且呢 在当房地产的市场突然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呢 你的这一套计划呢 也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可以适应改变的计划 因为房地产本身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他呢 也是会被经济的大环境所左右 所以在投资之前呢 一定要详细的推敲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跟目的 那么第二就是买房子的这个成本 以及他的持有成本 这里面呢 他包括很多了 比如说第一 就是很明显 就是买一套房子首付多少 他的这个成本叫当payment 然后呢 就是每个月的月供 这个就是你的 你的这个贷款 以及他的这个利息 地税跟保险费用也是一笔 不可以忽略的一笔费用 像德州这种地方 他的地税就会非常的高 加州呢 相对来说呢 会比较低一点 然后第四呢 就是房产维护跟修理费用 像现在我之前说到 这个木材现在变得越来越贵 所以所以你买一套房子 如果考虑的是把它啊 大修一番 然后重新上市的话 这里面的这些成本呢 跟一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还有呢 就是我们叫cost of opportunity loss 这里指的就是说呢 当你把这个钱拿来投资一套房地产 你这一笔钱在短时间之内是无法套现 无法动的了 所以呢 你就不可以投资其他更有吸引力的项目 这本身呢 也算是一个成本啊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这个成本是一个很难用数字去量化的 但它确实是一个啊 就是说你在投资时间需要考虑的这么一样东西 接下来我们讲一讲这个退出计划 叫exit strategy 之前说了啊 成功的投资不仅要学会进场 也要学会出场 对于自己的这个房产呢 一般来说有几种常见的可以退出的选择 第一就是像我刚显示的永久的持有房产 如果这个房产买得非常的好 它已经翻倍了好几倍 而且它的现金流也很好 而且几乎完美的地段 你可能会想这个房子我要是卖了的话 可能以后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房子了 这种房子呢可以适合永久的持有 甚至把它传播传给下一代 让下一代也继承下去 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那么有一些房地产 有些房产呢 在你持有了未来的若干年之后 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实际表现 未必跟你当初想的一样那么好 虽然也不错 但是呢确实没有当初想的那么好 可能因为经济情况改变了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事情改变了这一套 或者这一系列房子的真实的这个回报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考虑把一部分的这些房产出售 这样换取一部分的钱 来换取更好的投资机会 这就是刚才刚刚说的 cost of opportunity loss 这方面的考虑 第三呢就是你可以考虑把自己所有的房产全都出售 这个也是根据自己的需求 如果你以后不想继续持有这些房产 只想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没有烦恼也不缺钱的退休生活的话呢 也是可以考虑把所有的房产全都出售的 总之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他都要同时兼备财务风险税务的合理规划 而且又不失对未来的这种应变能力 那么接下来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段 我跟一个要卖房的客人的一个对话 那么这个客人他是前几周吧 我打电话给他 他要他有一套三百多万的房子要卖 但是呢他有很多烦恼 以及就是都是跟钱有关的这些烦恼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有意义的这个话题 所以呢我把这个一部分的视频呢 截取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请大家现在先看一看这个视频 What's so sad is that a person that is getting older Yeah has to go into assisted living and has to have assisted living for himself and his wife has two million dollars worth of equity in their house and they go to sell it and they pull out a million five and then they pay forty percent on the million five and still they don't get a forty percent discount of this assisted living so I guess they're only supposed to live as long as their money lasts and then I guess you just buy them a tent and put them out on the street It is a sad reality that's for sure Yeah I mean that's what that's where they that's where they had all their retirement into they added into their home where they thought one day they would take their retirement out Right and go to an assisted living Right assisted living goes up every year Oh yeah the ability to get the money out of their house is going down because the government's going to even take more Oh great Yeah yeah it is definitely a huge problem that's out there for sure but there's got to be a solution or or a better alternative you know because you're not the only one you're not alone for sure in this situation Well I would think that if people were aware of it I would think that there's more people that would fight this than would fight the right to own a gun Oh yeah this is I mean because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in and virtually stealing for up to forty percent of what is yours and you know they're giving you the right to own a gun Right I don't know what their gun is going to do for you Yeah I guess when you figure out you got to pay a million dollars in income tax I guess 好了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就先放到这 他是这样的 这个人的房子 他是之前七十万买的 然后若干年以后呢 这个房子的价值呢 是超过了三百万 那么他想把这个房子 卖了之后呢 退休 如果单纯 单纯的从这个投资回报的角度来说 当年七十万 现在三百多万 其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 但是呢 这个客人 他从他自己亲口 已经叙述出来了 他的苦恼就是 他的房子至少有一百万 还是一百五十万 要打百分之四十的增值税 所以呢 真的落到口袋里呢 反而没有这么多钱了 而且呢 他退了休 他这个房子卖了之后呢 可能他要进养老院去住 那么养老院的这个费用呢 也是在 也是随着过去的这么多年 也增长了很多 所以他呢 就会发现 这一套三百多万的房子 卖了之后 竟然 可能钱还不够 所以想一想 你看一个有三百万的房产的 这么一个客人 在我们大部分人心目当中 都已经是一个 就是数百万富翁了 但他竟然也面对着这种 退休了 钱不够花的这种恐惧 在这里面呢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他就包含了这个房产的这个持有这么多年的成本 到底是多少 是否忽略了 有没有很好的退出计划 也许这个房子他持有的时间太长了 然后呢 还有就是以及所有的这个 Cost of Opportunity Loss 就这方面 都很有可能在这一个客人的一生当中反映出来 所以说呢 合理的理财策略与退税务的这个规划 才是最终一个投资的成功的关 他的这个关键 而且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件事 那么讲到这里 那么讲到退退出计划 其实就牵扯到了这个卖房的事情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聊一聊这个关于这个卖房的这个话题 比如说这个之前我们讲到过 这个卖房的大环境 买方市场还是卖房市场 买方市场呢 决定了房子是否能够卖一个好价格 那么这个承受力则是看他有多好的价格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卖房的原因是什么 是主动卖房呢 还是被动卖房 当然了我们 我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在投资之前 都能够做好所有的准备 因此呢 以后要卖房的时候也是主动卖房 从而避免一个需要被动卖房的一个境地 然后 2021年的这个卖房的时机与考虑 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首先看一看啊 如下的几个事实 第一就是目前的利率呢 是处于上涨的趋势 利率在过去的一年 已经跌了跌掉了历史的最新 已经在这个位置徘徊了一年的时间 那么在过去的一两个月利率开始往上涨 当然我个人觉得利率在今年 一直到今年的年底都不会涨的太多 但是呢 利率上涨确实是一个趋势 而且它的小幅上涨也是正常的 未来利率上涨的概率肯定是会更大 那么这个呢 也将直接的影响了买房子的未来的购买力 第二就是法拍屋 法拍屋肯定还是会到来的 这个疫情期间 所有的法拍活动都已经被停止了 那么疫情总有过去的一天 等它过去的那一天到来 房子该法拍的还是会法开 肯定会有一部分的房子会被拿出来 虽然我感觉不会像2008年那样数量巨大 但是呢 极有可能还是会对房市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第三就是建商的新房增多 2008年的时候 因为经济处于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 所以建商的投资项目在那个时候 是处于历史最低点 非常低 那么在过去的十年呢 因为经济开始复苏 所以项目开始渐渐的增多了起来 那么目前呢 建商的这个新的这些项目 非常的就是已经非常的多了 那么很有可能在未来呢 将会有更多的建商的新房上市 这也会极大的增加了购房者的很多选择 婴儿潮的人 他们随着年龄的到来 他们在未来的数年选择卖房的群体 也会渐渐的增多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刚需 没有办法去逆转 然后呢 最后也是一个最明显的这么一个原因 就是美国即将重新全面的开放 像很多原本并没有打算 原本就打算卖房的人 因为疫情耽误了一年 那么现在呢 随着美国将重新的开放 这些人呢 很有可能也会重新回到市场上来进行卖房 所以以上的这五点呢 将会极大的缓和目前卖方市场 导致房源的增多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出租房的话 如果你在考虑出售这个出租房之前 应该是怎样的考虑呢 首先第一就是目前房地产的现金流 他目前的现金流 你到底有多么的满意 第二呢就是1031的置换 他的难度 你看现在因为是一个很 极不平衡的卖房市场 所以当你要把你的投资房卖出去的话 肯定可以很快的卖一个很好的价格 但当你要做1031置换的话 说明你除了卖之外 你很快又要去买一个新的房子 那么现在的房 房是抢房抢的那么严重 你这样做无非也是增加了1031的难度 所以呢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你是做1031决定花更多的钱去买房的完成置换呢 还是决定就是把这个税就交了算了 这个其实也是在投资之前是需要考虑的事情 还有就是目前房产的持有风险 比如说租客房产的维护成本 这个租客到底是一个很好的租客呢 还是租客是一个很难管理的租客 这个通过这个 这个房子到底是值得继续持有的 还是这个出售 这个也是根据你的情况 要做一个非常详细的去考虑的 未来的潜在升值或贬值的风险 这是一个非常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还有就是潜在机会的损失 这个我之前已经讲过 那么这个跟最后的第六点 其他的投资机会呢 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你有其他更好的投资机会 而不需做的话 那么第五点的潜在机会损失 是一个是一个成本 那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讲讲关于房市未来的预测 首先呢 首先呢 我要声明一点的 就是没有人知道 这个房子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经济这个经济的环境 它太多的不可控制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今天呢 我也不会来跟大家讲讲 未来的若干不同的假设 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有点没有意义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能够根据过去已经发生的 的数据 事实作为依据 然后呢 通过这个再来分析 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样呢 会更加的靠谱一点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根据过去五年房产的这个销售数据 来判断一下 这个在目前市场上消费者的购买能力 是否已经到达了极限 然后呢 咱们可以分析一下房价是否已经到达了消费者 所能承受的这么一个临界点 那么这里面呢 它有两个很有价值的信息 第一呢 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的房地产的价值呢 已经达到过一个小的顶峰 所以呢 我们会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第二呢 就是把当前的利率 再拿来跟18年时候的利率相比较一下 好了 2018年的房产顶峰 这一张图呢 是我是那个我们在Zillow上拿出来的数据 是以Santa Clara County 就是硅谷的南湾的这个Santa Clara County 作为 我把它拿出来作为研究的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2018年的时候 Santa Clara County的房价达到过一个顶峰 可能是137万左右吧 那么接下来呢 在19年20年呢 就开始下跌了 然后在最低 在最低谷徘徊了 有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 然后直到2020年 去年疫情爆发 一直到现在 已经超过了一年的时间呢 是处于一个飞速增长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到了现在 Santa Clara County的目前的这个平均价格呢 已经接近了2018年巅峰时期的价格 这个就是弯区 如果你看弯区的其他几个主要的county 其实也是都是类似的这么一个图 那么跟弯区的这个房 房是非常类似的其他顶级的房产市场 比如说西雅图 以及夏威夷的谭香山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这个曲线也是非常类似的 这两个市场也是属于那种消费者承受力 非常难以承受的市场 所以呢 你看西雅图跟谭香山也是一样 2018年的时候达到高峰 然后呢 现在西雅图跟谭香山等于说 已经超过了18年时期 当时的那么一个高峰 那么贷款利率过去五年的变化 又是怎么样呢 那么这一张图呢 就会告诉你 2018年房产巅峰时期的利率 差不多是4.5%左右 那么现在的利率呢 是3%或者是3.2%吧 就差不多相当于是 比2018年巅峰时期 要降低了差不多1% 或者1.2%左右 那么接下来呢 通过这个咱们先分析一下 从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购买力来看 房市增值的下一个巅峰会到哪里 才能够达到这个消费者承受力的极限 那么这张图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2018年的时候利率假设4.2% 那么现在的利率是3% 那么现在Santa Clara County的房价呢 如果利率保持不变的话 就是说维持低于2018年1%不变的利率的话 那么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呢 将会比2018年至少要多出一个1%的这个利率的这么一个购买力 那么这样的话呢 很有可能推动这个房价继续往上涨 涨到下一个巅峰 那么下一个巅峰跟2018年上一个巅峰相比会差多少呢 可能就是差那1%到1.2%的利率购买力 那么这1% 30年的这个父亲 那么换作在湾区的这种 就是120到150万的这种平均房价 意味着差不多就是一个20万到30万的价格吧 也就是说 通过这个承受力来算的话 消费者如果继续可以保持现在的低利率的话 现在的房价将会再增长个20万到30万 才能够达到像2018年利率4.2的时候 同样的这个消费者购买的承受能力 当然这里前提指的就是他的利率维持不变 如果利率明天突然上升了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如果这个利率在未来的五年都保持这么低的话 那他极有可能在未来的五年慢慢的达到下一个巅峰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参考的这么一个逻辑 那么2021年的这个房产预测是怎样的呢 首先我个人认为呢 房价将会继续上涨 就像我刚刚给大家展示的这些图 但是呢 在大城市 他们的这些购买力呢 已经开始接近巅峰了 除非 人均的收入大幅增长 或者利率呢 继续保持当前低利率的状态 甚至更低 所以呢 房价将会继续上涨 但是大家要考虑的就是 他已经开始接近了 他极有可能已经开始接近顶峰了 第二呢 房市的隐患依然没有解除 我刚刚之前跟大家所说的这几大隐患 都是很有可能造成房源突然增多的 他依然还存在 那么未来房价回落呢 当然是极有可能的 这也是必然的 毕竟任何市场情况都是暂时的 未来也一定是充满变化 现在的这种极端的卖方市场 不可能永远都是这样 同样道理 如果经济不好的时候 经济也不可能永远不好 所以未来房价的这个回落呢 是非常有可能的 当然了 不同城市的走势也会不一样 这里呢 需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好了 那个房地产投资 目前常见的几个误区呢 会有哪些 那么今天跟大家稍微讲一讲 第一呢 就是很多人认为房市的变化慢 所以呢 我逃离的机会多 风险小 这个确实 这个跟股票不一样 股票是每分每秒都在变 房子呢 确实从这个房市的这个高低起伏来说 确实没有股市来的那么快 但是房市突然变化的时候 对于投资者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难以逃脱的 因为一套房子 它的这个销售的周期本身就很长 所以呢 你的房子当当这个价格开始下跌的时候呢 也是极有可能在在市场上无人问津 然后不断的降价 就好像2008年跟09年的场景一样 比包括现在房价蹭蹭的往上涨 很多人都想进来买房 但是也有很多人已经买了一年了 还没有买到房 都是眼睁睁的看着房价越来越贵 但是就是进不来 这些都是因为房市变化虽然慢 但是能够让你有机会逃离的这个机会呢 也是没有股票那么多的 所以呢 这是第一个大家要避免的一个误区 第二呢 就是很多人说影响房价的只有利率 这一样东西 其实利率所影响的是一个人均购买力 啊 那那么它也是间接的影响房产市场 那么除了这个影响房价的除了利率之外呢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人均收入 这个房产的这个供求关系 可开发的土地面积 以及当地的政府政府政策 以及独特的经济组成等等 所以呢 我刚刚在上面跟大家看图说话 其实讲的就是人均购买承受力 过去五年随利率的变化 这只能说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所以不要只盯着这个利率 而用它来预测这个房价 第三就是只在乎增值 从而忽略了总体的规划 增值固然是好 但是呢增值以后如何成功的套现 才是完成一个成功的投资的重要的关键 归根结底 我们要避免被动卖房 就好像我之前给跟大家分享的 我那个三百万的客人 他现在所面临的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是希望大家都要避免的 第四呢 就是忽略了不同市场的特殊因素 每个城市 他都有他独特的条件 与他的这个经济构成 所以除了观察大环境以外 你还要观察当地的民生 当地的自然这个经济规律 市场规律 以及他的历史表现 等等综合的去全方位的考虑 第五当然了 就是没有咨询真正的专业人士 那么你看现在科技发达了 找房子也好 看房子也好 其实都不需要找专业人士了 自己都可以去做了 但是呢 在你做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 第一一定要跟家人进行深入的沟通 第二呢 还是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找一些 非常专业的专业人士 互相交流意见 尽量少走弯路 好 最后呢 跟大家总结一下 和房产投资注意事项 房地产市场快速变化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有很好的应对策略 就跟打仗一样 你要有多套方案 因为市场跟战场都是变化莫测的 第二呢 我之前说过不要只顾增值 你还要考虑综合的成本与风险 如何把自己的增值成功的转化为 落入口袋的钱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第三切记盲目跟风 市场确实是不可测 每个人的承受风险的能力 他的玩法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 就是自己真认真的考虑 第四呢 不要过度投入现金储蓄 避免被动卖房的这个处境 任何投资都不要太过杠杆 2008年的这个经济危机 就是因为事情都都做得太过了 杠杆杠得太过了 所以呢 历史的教训 大家不要重复 第五 不要只有一种策略 大家要学会防患于未来 最后也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资产保护 以及长期的一个理财规划 避免成为一个坐拥百万房产 还觉得这个钱不够花的这么一个情况 好了 谢谢大家 今天的时间 我呢 相信知识就是力量 所以呢 非常欢迎大家来跟我一起交流 一起我们互相学习 我呢 有我的微信 然后呢 我也有我的社交媒体 跟我的Linded profile 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者自己对这个方式的见解的话呢 非常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Q&A时间提出来 我呢会尽量解答 你们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以及我的社交媒体 我们也可以私下交流 好了 那么今天呢 再次谢谢大家 我呢就把接下来的时间呢 还给Paula 好 谢谢 谢谢伯吉老师的分享 我觉得学到了非常多东西 尤其你提到的 那个Exit Strategy 我想很多人是没有考虑到这个 还要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包括税务上的规划 非常感谢 伯吉老师的分享 好的 那我们呢 现在就进入我们的第二个环节 那就是我们的抽奖 在抽奖活动以外的话 我们还继续今天的讨论 就是房产是该买还是卖 好的 在安心学堂上课抽大奖 进步又开心 好的 刚才我们已经抽出了一个 看看这一次啊 是谁能拿到第二个 25块钱的Amazon Gift Card 大家有什么问题给大家吃 该买呢还是卖呢 我们请来方老师来给大家继续讲解 那方老师是安心 他是一个资深的养老规划师 他是安心学堂的金融讲师 也是九星财富的总裁 夏威夷大学的文科硕士 中科院的理科硕士 清华大学的工科学士 他有十多年的金融理财经验 特别擅长的话 是教育基金和养老规划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有请方老师来继续给大家讲解 我们这个房产呢 是该买还是卖 方老师讲解以后呢 我们会进入QI section 同时我们还有继续抽奖 还有一个100块的超级大奖 等着你呢 大家好 大家好 非常高兴呢 今天呢 和大家那个又分享一下 那个房子的走势 那么呢 在这里头呢 我也做一个声明 因为我们这里头呢 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 将来的那个走势呢 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那么我们大家都是在做分析 那么我今天呢 是把我的分析跟大家分享 也欢迎大家把你的分析 跟我一起来分享 咱们来那个 对将来呢 做一个正确的预测 那么呢 每个人你要是做投资 不管你是买还是卖 都是你自己要对你自己的投资负责任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就跟大家讲明 另外呢 我今天的分享呢 更多的是从宏观的角度来做的分享 你到Yahoo Finance 到Yahoo.com 你呢就可以找到 就是S&P S&P的一个数字 什么叫S&P呢 S&P就是美国的500强的公司 就是美国500家大公司的股票的一个指数 它呢基本上能够代表美国的经济的走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如果你到Finance 在那里头呢 你能够看到呢 S&P呢 它呢是这个走势呢 有涨有跌 有涨有跌 因为这里头呢 是个对数坐标 大家可以看 就是0到1600的时候 是个对数坐标 所以呢 前期的时候 有些涨涨跌跌呢 已经看得不太清楚了 但是呢 大家能够看到的呢 大概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是这样 从91年到99年 这个市场上是一直涨的 然后呢 从那个00年开始 它就往下跌 跌下来0203 然后呢 从0203 从02年开始呢 又往上涨 涨到07年 又往下跌 08、09年往下跌 现在呢 又往上涨了 这就是S&P的一个走势 那么呢 S&P的走势呢 那么我们可以在 它的信息呢 你可以在不同的那个信息里头 比如说你到谷歌里头 你打S&P 那么呢 你也可以看到谷歌里头的图 其实呢 谷歌里头的图呢 那个更清楚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呢 是在2000年的时候 就刚才我讲 就是说从90年到2000年 这里头呢 它一直都是涨的 到了2000年之后呢 大概是涨到1500点 1500点往下一掉的话呢 它掉到 那个低的时候700多点 那800点700多点 就是说将近掉了40% 然后呢 从这里头呢 从那个2000年涨到07年呢 又涨回1500点了 涨回1500点呢 再往下一跌呢 就是08、09年 大家在记得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一掉的话 又掉到1500 又掉到600多点 就差不多掉了一半 然后呢 现在呢 是从那个09年到现在 就2021年 一直往上升 那么一直往上升 大家都学过 你知道哈 那个经济的时候呢 它是 我们学过马列主义 马克思在200年前就讲过哈 资本主义的经济 是螺旋式上涨的 这经济呢 是那个有起有落的 所以呢 我就是请大家估算一下 从这个经济周期来说 这是涨 后面的周期是跌 然后呢 又来一个周期是涨 后面又到一个周期是跌 后面呢 又到一个周期是涨 而且是这里头是涨的 很长的一个周期 好 那么呢 如果我就假如说好 你去到幼儿园 你去问些小朋友 你说小朋友 你帮叔叔阿姨找找规律 你看这个曲线 是大周期来说是涨 然后周期是跌 这周期又涨 这周期又跌 这周期又涨 你觉得下一个 宏观上讲 下一个周期 最有可能的 有可能是涨 也有可能是跌 问题是说 下一个周期 最有可能的 是涨呢 还是跌呢 那么呢 我请大家呢 大家认为涨的 就在这个 那个 chatbox里头打111 要是跌的呢 就打222 我们互动一下 我们互动一下 看看大家 那个 认为下一个周期呢 是涨呢 还是跌 就是那个可能性更大 就是说我们 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 说明天绝对 是下雨呢 还是出太阳 我们就估计 明天呢 最有可能是下雨呢 还是明天呢 最有可能呢 是出太阳 我们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估计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请大家来 那个预测一下 现在这个周期是涨 跌 涨 跌 涨 下面最有可能的周期 大家认为是跌的周期 那个可能性大呢 还是涨的 那个可能性大 那么呢 我给大家来看看 那么呢 看看大家的那个结果 哦 好 我看到呢 有人说跌 但是呢 也有人说涨 那么呢 目前来说 就是说在这里头 统计出来的呢 是 大概是 那个有 20%的人 是说涨 有80%的人 是说跌 就是二八定例 好 那那么呢 所以呢 涨也有可能 跌也有可能 但是呢 如果 就是说从大数的角度来说 你自己做那个判断 因为这个马克思恩格斯 这个理论呢 其实说了200年了 200年都没错 就资本主义这个周期 200年都 都没错 所以呢 我们是觉得 是不是哦 200年之后 马克思恩格斯就错了 那就周期 经济周期 就不存在了呢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是 大家就猜好 所以呢 我们把 大多数人 是觉得跌的可能性 是大的 那么呢 我们就 跟少数普通多数 把大多数人说跌 那么我们就认为 下一个周期 可能是跌的周期了 下面是跌的周期的话呢 又有一个好玩的东西了 如果你觉得那个股票基金往下跌了 经济不好了 那么呢 你觉得呢 那伙的房子呢 是该涨吗 还是跌 就是有人说 哎 股票不好了 我没钱去买房子了 那房子就跌呗 也有人说 哎 股票不好了 大家继续买房子 房子就涨呗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股票是跌 你认为房子呢 是跟股票一样跟着跌呢 还是房子呢 跟着股票一样反过来涨 那么呢 如果认为呢 房子跟那个股票的走向 现在就是 大家听好了 如果觉得房子 跟那个股票的走向 要是股票往下跌 那么呢 那个 要是股票往下跌 房子也往下跌 大家就说是 同一样的呢 那就给大家打个555 要是反过来的呢 就打666 就说 反过来走 就是666 要正的走 就是同步的 就打555 要是反过来的呢 是不同步的 就是说股市往下跌 房子往上涨 他们相反的 就打666 好 我看看大家 我看看 那个 大家的结果 OK 有人打55 有人打666 有人打55 也有人打666 OK 在这个问题上呢 就是说 打555的人呢 大约是 占了70% 就是认为是同步的 打666的人呢 因为反过来的 大约占了30% 这也挺有意思 那么我们呢 现在呢 就搞科学的人呢 就喜欢 那个用数据来说话 所以我现在呢 在这里头呢 又打开一个数据 给大家来看 那究竟哪个 哪个结果是对的 我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用数据来说话 好 这个数据来说话的时候呢 那就是这样 上面的 大家看到上面的 那个数据呢 就是 房子的那个趋势 上面就是我们讲的 那个S&P的趋势 S&P呢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帽子呢 就是说 是涨跌 涨 跌 涨 下面呢 是旧金山的 那个房子的趋势 大家可以看到 好 0607年的时候 0607年的时候 股市很高 然后呢 房子呢 也很高 然后呢 0809年的时候呢 股市往下掉 房子也往下掉 然后呢 等到股市往上涨的时候 它有一个delay 房子呢 再马上涨 大家看到了吧 好 所以呢 这个数字里头呢 告诉大家是什么呢 房子和股市 我们要是搞科学的 它就叫做相关系数 叫做colulation colulation 也就是说 股市和房子 是同一个方向的 那个同一个方向 它为什么会出现 同一个方向呢 其实它原因就是这样 当股市涨得很多的时候呢 大家手里就有钱 对吧 大家手里都有钱 有钱的时候 卖点股票 你就有钱了 大家说 哦 我股市都赚了 好多钱了 我卖了点股票 卖了点股票 我就有钱了 有钱的 那我干嘛呢 那么就买房子去吧 那么那房子呢 是木头和砖头做的 木头砖头做的 买的人多 房子不就涨了 对不对 这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呢 股市高的时候呢 人们呢 就财大气出 有钱买买买房子就涨 但是呢 如果经济危机来了 股市很差的时候呢 大家手里都缺钱 做生意的老板 这缺钱 那也缺钱 那么呢 一缺钱的时候呢 他一看 哎 我还有点投资房 我现在缺钱周转 怎么办呢 赶紧把我投资房给卖了 对不对 他就卖房子 他要现金啊 要是经济不好的时候 大家都缺钱 都要那个现金啊 所以卖的人就多 如果卖的人多的时候 大家觉得 卖的人多的时候 那么呢 买的人少 那买的人呢 都缺 那个缺钱啊 买的人又少了 是不是就把房子 这个价格推低了 所以原则上呢 就是说 是当股市好的时候 房子涨 当股市差的时候 房子跌 所以呢 这两个呢 是同步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那个房子呢 那么我们现在 也就问大家一个 也就问大家一个议策了 那么呢 那个议策呢 如果这个股市跌 后面我们刚才议策 那大多数人的议策就股市是涨 跌 涨 跌 涨 后面呢 有可能呢 大概率事件呢 是要进入这个跌的那个周期 那么呢 你说那个房子呢 到那时候呢 是不是也会大概率呢 进入那个跌的周期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 coallation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结果呢 是我把这个数据 发给大家 让大家来那个参考 那么呢 来做一个思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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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呢 就是 也是做一个 互动一下 大家就觉得 后面那个股市 已经涨得这么高了 刚才讲那个股市是 有可能是往下 再接着涨 那么就 就打 要是股市往下跌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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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是看那个房子 如果你觉得 后面那个股市呢 是 是大有概率 是往下跌 那么 那么那房子也有可能涨 那你就觉得 房子呢 要是接着是往上涨 就请大家打333 要是房子呢 很有可能 也会进入跌 就打444 好 我们也在这互动一下 因为我们呢 是靠大家的 集体的智慧 都不是我们一个人 我们 很多人 一起来拆 这个走向 如果你觉得 下一个周期 是有可能 房子还接着往上涨的 那个大周期 我讲的是宏观的周期 接着往上涨的呢 那你就打那个333 要是你觉得下一个周期呢 大的宏观周期呢 房子可能要往往往下调的呢 你就打444 我们看看 那个统计结果 看看那个统计结果是怎么样 那个 也挺有意思 我看看 哇 现在呢 就是说 有打333的 有打444的 那么呢 总体来说 打444的 还是大多数 就是说大多数 所以呢 这里头就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 股市现在已经涨得很高了 它有跌的风险 房子现在也涨得很高了 同样也有跌的那个风险 所以大家呢 在这时候呢 你要要注意这个风险 就是说 因为我们老百姓 有个什么毛病呢 老百姓有一个毛病 是喜欢追高 就追高 大家呢 还记得吧 我大概是几个月前 你打开收音机 打开这个电视 打开各种 很多人都讲这个比特币啊 哇 那比特币充2万涨3万了 3万涨4万了 赶紧买 哎呀 4万你买 赶紧5万买 5万你还不买 6万 6万买进 好 那么我们就看看 就是说 我们很多人的喜欢追高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追高的时候呢 你要不用脑袋去分析 会出现什么情况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看看 这就很简单 那我们什么东西都喜欢拿数据来 那个来看 那么那我们去 就在那个 Google里头 Google一下比特币的价钱 你就可以看到 比特币的价钱 哇 这就这钱面从1万多块 1万8 1万8 一直涨 涨对吧 涨到3万 一直涨 涨到6万 对不对 涨到6万 现在呢 又掉回3万了 所以呢 你就学会一个道理 其实这个道理呢 以前也是出现过的 以前也是 那个7000的时候 咚咚咚咚 一下涨到1万5 7000涨到1万5 后来一掉呢 又掉回那6000 7000 对吧 甚至再掉回3000 所以以前出现过的事情 但是呢 人们呢 就有一个东西呢 不长记性 当它在涨的时候呢 它总assume 这个势头一直会往上涨 那么呢 总怕自己失掉一次机会 所以这时候就追高 就追高的时候呢 得出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被人割了韭菜 所以割了韭菜 割多了 就像今天我们大家 前面看那个金融热点呢 那么好多人说 我就去不去追高了 我不参与 我不被你割韭菜 我躺平了 我躺平了 我不让你那个割韭菜 这是一个消极的对应方法 那么呢 积极的对应方法是什么呢 积极的对应方法呢 就是说我们要对将来的宏观 有一个正确的议策 就说那么呢 你自己知道的 就是说这个周期涨跌 涨跌 大周期要到跌了 你就要想万一跌的过来的时候 我的exit strategy是什么 我应该怎么办 就说这就是应该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块的那个道理呢 大家都要想 那个如果市场跌的时候怎么办 那么呢 好多人呢 也是一直都在认为 就是说这也就是说 这是S&P的那个曲线 好像是我们华人呢 对房子呢 有一种天然的热爱 我就发现呢 这个华人热爱房子的程度啊 比任何东西都厉害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以前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呢 是不能拥有土地 不能够拥有这个房子 来到美国呢 不但房子是我的 我们家的地都是我的 那层地主 所以我们都对那个房子呢 都有一种天然的热爱 而且我们一直都觉得 那房子的看能见摸得着 这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 好 那看能见摸得着 所以呢 总感觉到 把钱放在房子里头稳当 但是呢 你知道我们来了美国的 我们思维要做一个变化 其实美国的金融体制 就算你买了股票 就是那个computer的里头 一个数字 它也是钱 你的credit card里头的 那个number也是钱 不见得是说 一定要看到一栋房子 看到那个钱包里头 拿着美钞才是钱 其实呢 就是一个number里头 你credit card里头的钱 股票里头的钱也是钱 所以呢 当那个股票跌的时候 那么呢 你的钱就跌了 同样当那个房子跌的时候 你的钱也是跌了 那人家说我不卖呢 你不卖 你就可以撑着 是的 就股票里头不卖也可以撑着 那你看股票里头 200年的时候呢 当时1500点 如果你能够看到那个股市跌了 你不卖 你撑了12年 你能够回来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么我们要看 这就是在这个股票里头的 那么你要是在查一下纳斯达克 我们华人更喜欢高科技的 那么高科技的纳斯达克呢 这个涨得更疯 就跟200年内快的疯涨一样 当时200年的时候 那个高位的时候 纳斯达克到了5000点 那么他后来跌到多少呢 你看跌到1200点 就是说你原来是5000点 假如说你有50万的40k吧 你那阵子能够跌到到那个1000点 从50万的40k掉成11万 一直到那个 一直到那个2016年 16年才打平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这是就是说都是你的财富 你的财富 你只要你放在那里头都是财富 那么我们下一个问题呢 也就是说 从个股市里头 刚才看到那个S&P 这个涨幅了 也看到那个旧金山的那个房子 我在把旧金山的一个房子曲线 给大家那个调出来 我给那个 给他调出来 然后呢大家来拆一拆 今天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动一下 我这里头呢 有旧金山的房子的那个 旧金山地区的那个房子的那个 index就是个指数 他拥有的那个数值呢 是旧金山是什么时候呢 是从1987年开始的 1987年有数据 一直涨到这里头呢 现在呢是涨到2021年 他当时呢是从多少呢 那个从46开始 那个指数从46 现在呢涨到302 46 涨到那个300 差不多7倍了 4728涨了7倍 对不对 那么呢涨了7倍 所以呢 大家觉得买房子是挺好的 那么呢我现在呢 那么呢同样如果呢 你不买房子 你买S&P 就是说你的钱呢 那个刚才我们在这边的算法呢 是1987年开始上 最有的数据是1987年开始算起 好那那么呢一样如果你在S&P里头呢 也是S&P里头呢也是从1987年开始算起 大概87年就是在这 好在这算起就是大概87年的时候 那个200多点吧上到现在4000多点 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S&P涨得快呢 还是房子涨得快 好 那那那那那么呢 S&P涨得快的人就打888 房子涨得快的人打999 好我们再来互动再玩一次 就是说看看大家的那个直觉是怎么样 你觉得S&P涨得那个 就是说股市涨得比房子快的呢 是打888 你觉得房子涨得比股市快的呢 打999 因为8和9都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好我看看大家的那个 我看看大家的那个回答 有人打888也有人打999 有人打888有人打999 好OK很好 大家都自己参与了 这个活动 很好很好 好那么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的呢 看到呢 8二定例 80%的人打了888 有20%的人打了999 也就是说80%的人认为股市的那个涨的速度 会比这个房子涨的那个速度要快 好 那么我们呢 现在呢 就是来看一个结果 我们来看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是 这个结果呢 实际上是这么来的 我呢 做了一个Excel的Suppress 因为我们的搞科学的人嘛 搞科学的人就喜欢 就喜欢算账 所以呢 我们呢就把旧金山的那刚才呢 旧金山的1987年的那个房子的那个 number 那个指数是46 现在呢 2021年涨到那个300了 我就把这数字带进去 46涨到300了 然后呢 能够这里头经过34年的那个34年的运作 那么旧金山的那个房子呢 它的增长率呢 回报率呢 是每年5.68 那么呢 5.68 大家想啊 如果你拥有一个房子的话呢 它那个增值是5.68 但是呢 你增值的时候 你的房子呢 你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说你每年要交地税 Hopper Detects 你每年要给房子呢 要买一个叫做Home Insurance 同时呢 房子呢 可能还要有点维修 那么呢 如果你要在一些小区好的话 有那个小区费 Home Owner Association fee 所以呢 在这里头呢 这么一算出来 那在这么一算出来的话呢 它的回报呢 才是5.68 不是那个我们想象的 那么那个 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高 就就是说 这是5.68 那么那我现在呢 那么同样呢 我也就是用这个 Excel的那个Spare C呢 也去算一下 算一下这个S&P 我给大家打开一下 那么搞科学的人呢 就喜欢玩科学 那么呢 我用Excel的Spare C呢 也来算一下 那么Excel的Spare C呢 算S&P呢 是1987年的时候呢 刚才大家看到呢 它是290点 到现在呢 S&P涨到4200点 所以也是同样经过34年 通过34年的话呢 它的回报是8.18 所以我就把两个结果呢 就放到一个 放到一个side by side的 一个sheet的一个比较 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图里头了 大家能看到这个图里头 这个图呢 就是同样的时间段 都是说在1987年 这个位置呢 是1987年 S&P也是1987年 涨到现在 所以S&P呢 从1987年的290点 涨到现在的4200点 Vorses这个房子的 刚才那个房子的那个 46点涨到306点 所以呢 大家都用Calculator来算 大家都是经过34年 大家能够看到呢 房子的增长呢 是5.68 S&P的增长呢 是8.18 那么呢 房子里头 它是有损耗的 是你要交那个 Property Tax 所以Property Tax呢 基金商地区 有1点几个%的Property Tax 还得减去这个Home Insurance 所以呢 如果你把这一部分的 减掉的话呢 大概你的那个净回报 只有4个%的回报了 那么呢 要买股 那个基金这部分呢 就是说它也 你买股票 如果你中途要买卖的话呢 也有一个 Capital Gain的 问题 就是说买基金的话呢 它也有一个Capital Gain的问题 也有要一部分的钱 要交税 所以呢 实际上你赚到的钱 要比这个Number呢 有可能还要低一点 就是考虑到税的因素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这里头呢 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 你在房子上的那个投资呢 就是说从长期回报来说 它跑不过股票上的投资 就是说股票上的投资 但在房子里头呢 某一段的投资 就是说某一段 比如说我是从一二年的时候买 到现在有可能在某一段的时候的投资 有可能能够超越那个股票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我们华人呢 就说现在呢 也应该从投资的角度来说 要做一些diversify 就说不是所有的资产都压在房子里头 那么呢 你应该是做一些分散的一个投资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分析 那么这个分析呢 那这个规律呢 刚才你讲的是S&P和那个旧金山的房子 那要跟别的地方的房子 是不是这个规律呢 那么我现在呢 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呢 你看到刚才这个图呢 就是旧金山的图 就是这个图 那么呢 我们看看美国全国20个主要城市的图呢 这里头有的数据是从 我还是给大家看这个live的data吧 比较好玩 因为我们比较喜欢看这个live的data 这个live的data呢 这是联邦储蓄银行 他们这个research的 那么呢 这里头的data呢 在2000年里头的那个100点 涨到现在 涨到现在呢 是250点 所以你能够看到它 它那个高点呢 在哪呢 高点在06年 然后呢 到09年的时候掉下来 就是全国的那个平均 然后呢 到低的时候呢 是12年 12年的时候就到了最低位 然后呢 再往上涨 这就是全国的这个走势 所以这全国的走势呢 那么我们就是回来看 那么也就刚才把这个数据带进来 2000年的数据带进去 然后呢 现在的数据带进去 一算全国的那个增长呢 也就是4.47 就是年化回报 就是叫它IRR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年化回报4.47 那么呢 OK 好 那么我们再接着看 那接着看呢 那么在旧金山里头呢 也会细分 旧金山里头也有限分 就是我们讲的西湾 西湾的那个涨法呢 也是这个走势 那么呢 西湾那里这段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房子往下掉了 因为有好多人就 就是我房红了 我就不用在那个这么贵的地方 那个买房子了 现在的房子不涨还往下掉 这是在西湾的房子的 那么我们看呢 南湾呢 南湾的房子呢 就是San Jose Santa Carla的那房子 南湾的房子呢 也有这个 我房红的那时候呢 它也会往下掉了一点 然后呢 东湾的房子呢 就是东湾的房子 在Oakland 那个Bakley Libber Mall那边的往上涨 因为西湾南湾的人说 我远一点 我房红 我跑到东湾去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所以东湾的房子往上涨 Sanglemental 就是说 走得更远一点呢 Sanglemental 三块馒头 我们华人就是说 加州的首府 翻译成三块馒头 Sanglemental 就是说 看到它还在往上涨 因为它本来那个 房子那个 涨势 就是 涨得不是很凶 它现在才涨到 以前那个高位 但是呢 你看 在旧金山南湾呢 东湾呢 西湾呢 都超过历史上的 那个高位了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呢 西雅图呢 现在呢 也是涨得很猛 也是涨得太高了 西雅图涨得太高了 那么纽约呢 也就是说 这个规律都是这样的 在06年涨 后面跌 现在又涨了 纽约就回到 那个06年 那个高峰了 洛杉矶呢 是回来 这个高峰 现在这洛杉矶的房子 也猛涨一段 好 猛涨一段 下面呢 到凤凰城 大家都知道 去菲律买房子 我有些朋友呢 很lucky啊 2012年 2013年的凤凰城 买房子 说我们赚得很不错 后来赚得很不错的时候 我说你得动动脑筋哦 你在这一段的时候 这样的不错 就跟当年啊 你2000年 02年 你在凤凰城买房子 要买到05年的时候 没有发达哦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 exit strategy的话呢 那最后也是一场梦 那为什么呢 你看你 你看在那个 2000年买的房子 到2012年 它都曾经 涨得很高 后来又掉回来了 就是 那个掉回来了 所以呢 你没有exit strategy 这个集的话呢 有可能就会做一场梦 那么我们再看看 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 那我们还是看一个 Lite data Lite data比较好玩 那个 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的房子呢 简直就是像 那个过山车似的 大家还记得吧 那个2006年的时候 04 05 06 那几年的时候 那加州人民啊 乘车一车一车的 到那个拉斯维加斯 就是那个看房团 到拉斯维加斯去买房子 一车一车去买 那么呢 就是说 所以好多人呢 在那会买了房子 后来就被套牢了 就给套进去了 所以呢 我就是讲一个老手是怎么玩的一个故事 我的一个朋友呢 他是休斯顿的房地产协会的一个会长 所以呢 那么呢 你叫老手呢 就是怎么干呢 他当时呢 你要房子涨的时候呢 他也是涨 大家知道拉斯维加斯呢 有个赌场叫MGM MGM后面呢 有三栋高楼 叫做MGM Signature MGM Signature呢 就说他是酒店式公寓 就说你把那个unit买下来 由MGM帮你租出去 你只要交个管理费 他当口票租出去就行了 所以呢 你不用罚仇这个房子怎么租 所以我那朋友呢 他大概是在04年的时候呢 他50万就把一个unit 很漂亮 他那楼是二十几层 上的上面 真的新换神仪 特别漂亮 买了 然后呢 他一看呢 到了06年 50万的那个unit涨了100万了 你知道老手就觉得两年里头翻倍 哇 偷笑吧 赶紧exit吧 就是老手就知道要exit了 所以呢 他那会儿呢 差不多100万的时候 稍微便宜一点 他就给卖了 就说卖了 卖了之后呢 但是呢 卖了之后呢 现金在那 那就等到下一次机会呗 他就等 就说 那06年卖了之后呢 等到09年的时候呢 他那个房子呢 是从那个06年到200万 就掉到了 掉到了25万 掉到25万呢 他就买进了隔壁的unit 因为他对那块很熟悉嘛 他知道呢 那个价值至少是值50万 只不过他涨到那个高的时候 100万 他脱手呢 cash out了 就赚到钱 就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呢 到了那个09年的时候呢 25万 又把隔壁的unit买进来了 买进来之后呢 后来跟我说亏了 我是怎么亏了呢 那个隔壁的unit曾经 就说他当时MDN心理事 曾经掉到19万 要19万 我说你够了 你说你50万买进来的 100万卖了 你又25万买进来的 就说等于你买一栋 变两栋卖了 那么呢 后面呢一栋又变四栋 你就赚了 你不是神仙 知道吧 你觉得赚的差不多就行了 我们一定要抱一种心态 我们是凡人 凡人的不是神仙 神仙才能够在最高位卖出去 最低位买进 我们是凡人 凡人只要你做成变成高人 高人就是什么呢 大概的高位上卖出去 大概的低位上买进来 就叫高人了 所以我说你已经是高人了 你已经很厉害了 50万买进 100万卖了 25万买进来 你就赚吧 你就偷笑吧 那么最近呢 我又问他 现在那个房子怎么样了 我卖了 要69万卖了 你知道这种 就是说老手呢 就懂得 进入的 安取的 那个strategy 有同时还要学会 exit strategy 就是说 就跟你在赌场里头 你要是这赢了钱 赢了钱 你抓了一堆筹码 如果你抓了一堆筹码的话呢 就是说 不开始要是什么结果呢 就是说就跟很多人 去拉斯维加市的 那个经历一样 哎怎么样去拉斯维加市 啊我开始赢了多少多少 你再问他呢 后来呢 都输回去了 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很多人 去拉斯维加市 都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呢 你就是赢了 如果你真的赢了 你得exit 你就是 cash out 留下 你觉得可以 输的钱 那筹码接着玩 那得cash out 所以这就是要有一个 cash out的那个strategy 所以我们呢 就懂得 那么一样的道理 你现在的估计 那房子是涨 跌 涨 对吧 就是说 所以我们呢 目前来说呢 后面里有可能 会进入跌的周期 那么呢 当然了 我们现在讲的跌呢 不是在宏观上 是讲的宏观上的跌的周期 不是微观上 刚才那个柏杰老师呢 也给大家分析 他现在还有可能 往上涨一段 就是说 有可能往上涨一段 现在的位置呢 很有可能是在历史上的 05年左右的那个位置 还有可能往上涨 但是呢 你不要等到 你卖不出去的时候 你被动卖房 大家都这样的时候 你被动卖房 你得主动卖房 你当一个搞 高人 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 你自己算一算 你自己算一算 你觉得赚的差不多的时候呢 你就觉得可以卖了 那你想想 你这段时间 如果你要是早期 早点进来的时候 早点进来的时候 到现在 能涨了多少了呢 你想算这个账呢 那么呢 很简单 你呢 可以管我要一下 这个 我把我这个 这个投资计算器 我发给你 我发给你 你呢 扫下我的二维码 扫下二维码 你告诉我 如果你是哪个城市的 你告诉我 哪个城市的 然后呢 我会把 这个投资 那个计算器 给你 很简单 你把那个 输入年份 当时的那个钱 现在一个年份 现在值多少钱 它自动就会算出来 你的年数 也自动的 能够算出来 你的回报率 然后呢 我在这里头呢 还有呢 就是说 还算了个账 因为现在这个股市 就跟那个2008年 就是跟200年一样的 我们当时还以为呢 200年我有10万块钱 要每年能够涨个7% 到2020年 不就是10万 2010年就变成20万 到2022年 2020年就变40万了吗 我们是这么想的 对不对 但现实呢 是残酷的 就是说 我在这里头呢 也算了一个账 就是说 如果在 我们imagine呢 是在200年的时候呢 是有10万块钱 到现在要涨40万 大概按照7点几个不限涨 刚才也算 平均也有8 但现在因为比较高 但是如果 你的那个taming不好的话 你在这个高点买进的话呢 就是说 在200年买进S&P 你拿10万 10年之后呢 你那10万不是变成20万 你是变成那个8万3 到现在20年之后呢 才变成24万 也没有你想象的 那个涨了40万 你买了那个纳斯达克的话呢 10年之后呢 10万不但 那个没有变20万 还变成5万了呢 就是掉了一半了呢 等到那个20年之后呢 才变24万 好 然后呢 那这里头呢 有几个fine 有几个fidelity的fine 那个更糟糕的 那么还有旧金山的房子 等等 那么也有一个 很好玩的一个计划 叫b1计划 我会下周四 会跟大家讲的 它能够不跌钱的情况下 它能够赚到 6点几个% 就是说 这有一个叫b1计划 我下星期四讲的 所以呢 就打个岔 就是说 大家觉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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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cel挺好玩的 那欢迎你来 加下我的微信 那么呢 我把这个 Caculate 送给你 送给你 你继续算算 就是说 目前的回报 你应该是 赚了多少了 够没够 够没够本 要不要用 Excel strategy 这个东西算 那么我讲下 一个真实的例子 就是我们家 自己的例子 我们家自己的例子 那我太太呢 华人都喜欢买房子 我太太也 也喜欢买房子 但我太太呢 比较Smart 她呢 就是知道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呢 经历过很多的事情 经历过的 那个事情呢 是经历过什么事呢 也讲讲 就是以前的 那个故事了 就是说 以前的当时呢 就是在 九几年的时候 我们是90年的时候 那个来美国的 来了美国的 这个股市呢 就一直往上涨 到了九几年的时候 9899年的时候 那华人一聚会的时候呢 我就说 聚会的时候 有四分之三的时间 大家都是在谈论股票的 而且一个个豪放的很 说我今天早上去上班 我扔了一笔钱进去 然后呢 我下班的时候 我就赚了 今天我请客 每个人都是 那个审采一亿 为什么这么审采一亿呢 因为你看看当时的数字 多么crazy啊 就是说 99年的时候 那个9月份2700点 到那个200年的3月份 半年就是4900 就是说 差不多那个财富 半年就double一变 当时我们就算 哇 这个钱呢 半年double一变 要一年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1万块钱 半年之后 就变2万 要是到一年的话 那2万再翻一倍 就变4万 哇 就是说 再过个 那个一年半的时候 4万就变8万 再过到两年的时候 8万就变16万 我还做什么 我辞职了 我退休了 我们当时都觉得 特别美好 但后来呢 那个 那个 2000年来之后呢 就是那个.com 就变成.dead了 没有像的 以前似的 一直在翻 一下子就跌了 就是说 你50万的是 你可以一下子 就跌成 那个11万 跌成11万 这时候呢 就论了一个lesson 论了一个lesson 是个什么lesson 当时我听了一个故事 因为听了故事呢 说有一位先生呢 他去擦皮鞋 然后那个小孩说 先生你买股票了 买什么什么股票 你一定能发财 这先生说 哇 连茶鞋的小孩都知道 买股票能发财 我这个股票不能吃了 所以呢 他就叫人 把那个股票 就是说 基本上去 那个卖掉 大部分的都都卖掉 那么呢 六个月之后呢 就是1929年的 经济危机 这个位先生呢 就是传说中的 洛克菲勒先生 所以呢 我们当时呢 就学会了 这么一个道理 学会了这么一个道理 就是说如果所有的人都告诉你去买股票的时候 就是你跑的时候 我们就学会了这个道理 然后呢 到07年的时候呢 我太太的妈妈 专门从北京打电话来 哎呀 隔壁的王老太太说 现在呀 基金好 你们要多买基金 后来我跟五太太说 哎呀 你看 插鞋的小孩 要叫你买股票 咱们要撤 现在你们家的老 那个 那那那老太太 告诉我们买基金好 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那伙的 07年的时候呢 就是说 我们说 我们撤 我们就把基金那里头呢 就就 就cast out了 cast out了之后 没多久 那个0809年的经济危机来了 所以我们在那里头就没亏 现在呢 那个房子呢 现在那个股市呢 也涨得这么高了 股市涨得这么高 房子呢 也涨得这么高了 那么呢 现在该不该撤呢 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 来思考了 但是呢 我们家的那个 那个 我太太那一看 哇 涨得这么高了 差不多了 他就撤了 他撤 但是呢 撤了之后呢 我们华人对房子 还是热爱的 我以后还要买啊 所以呢 以后什么时候买呢 我们就得看一下 就过去曾经的历史 所以现在如果要说 用 历史是什么呢 历史是拿来预测未来的 如果是在历史上 找一个点 来模拟 现在这个点的话呢 历史上的这一点呢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房子还会往上走一段的 就是说还会往上走一段 但他走到 他走不动的时候 就会马下落 所以呢 你现在看好 历史上大概你 就是这个点 大概05年那个点吧 你可以说 你看这段时间 涨得这么猛 就像05年那个点 05年的点呢 后来到09年呢 掉下来 后来到12年掉下来 一般什么时候再买呢 一般买的时候呢 要等他往上涨的时候 你再买 因为你不知道 那个深烟往下跌的是 深烟是多少 所以在跌的时候 你不要直接在那抄底 就是说 等他要往上涨的时候 所以也就是说 要历史上呢 如果你能够正确地 做的最佳的 他明的是05年 05 06年的时候呢 把房子给卖了 然后呢 就是13年的时候买进来 所以中间呢 有个七八年的 这个历史上是 有个七八年的这个时间 就是六到八年 这么一个时间吧 那么呢 假如说历史重演 那么呢 也就是说 下次的机会呢 大概六到八年左右 会又有一个 房子曾经跌一半的机会 我们就以旧金山来算 房子能跌一半 刚才给大家看了 全国各地 有些跌三分之一 有些跌 那个一半 有些比一半来多 就是说 那么呢 要这次就算跌的 没那么猛的话 跌到20% 30% 也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说你都是有可能 你要用一个低的 多的价格 买回同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呢 就会跟我说 我现在呢 究竟是买是卖呢 我们家的做法是这样的 他现在就是 我太太那个如意算 这么算 他说我现在已经赚的差不多了 我先卖 卖呢呢 我以后呢 我就等着他跌下来的时候 我再买 因为我们以前呢 也去听过一个穷爸爸 富爸爸的那个课 他就告诉你说 你怎么能买到最便宜的房呢 最便宜的房就叫 Fort Corrosa的那个法牌屋 法牌屋呢 往往呢 是你没有段时间去看的 你必须就是立马出手 那么呢 你怎么能够做到熟悉呢 他当时就叫你说 你没事的时候就开车 在这个内部户里头转 就熟悉这个内部户 知道这个内部户的价格 等到一有法拍的时候 你立马能够判断 这个房子是不是 below他的那个value 就是below那个value 要below那个市面的value 你就买到便宜货了 你就得赶紧出手 所以现在一种strategy呢 就是说你说 你现在很喜欢这个房子 你可以给卖了 甚至说你卖给下一个owner 你甚至住在那里头都OK 你说我把房子卖了 我还住在那 我住你的房子住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举个 就已经像那个例子吧 假如说那阵子呢 是05年的时候 那个房子呢 那个指数呢 是200多 214 我就就说 假如说那个是个200万的房子 你给他卖了 卖了之后呢 你给他返租 我还住在那 然后我给你租金 然后呢 后面呢09年的时候 掉到那个100多万了 到到到03年的时候 到到11年 12年的时候呢 都掉到130万 那么你刚才是200万的 现在掉到130万了 那么掉到130万 你还很喜欢你这个房子 你说就这样吧 心无拙 谁知道那房子掉到那么猛呢 那么呢 你现在也缺钱 那那那那那我现在就 那个offer 140万 那个房子你能不能卖给我 而且一样你不是还会住回来吗 如果你要是说想换个地儿 那你现在在高位的时候 你可以把房子卖了 你找到你的居民的地方 就是说 找到一个你很喜欢的社区 你现在租着 租着后面你能等着机会 等着机会去买法拍的 对不对 就是说去法拍 那当然了我们很多人本来就是卖投资房的 你要到投资房那就更简单了 你现在呢就给他cash out 等到那火呢再进场 那么我太太的那种做法呢 就是投资房 那么那投资房 他在这时候做的差不多的时候 他要cash out cash out的时候呢 卖掉了之后呢 等到那火呢再那个来买进 那么买进他要等机会 那么如果你要是自住房的话呢 现在真涨值 你要自住房的话 涨值的话呢 他有一个税步上的好处 增值的一部分 是可以不用交税的 具体怎么操作 那么呢 你可以找这个博杰老师来帮你 那个来说 但是呢我们就是说 等于现在已经是 涨得挺高的时候 就是一种方法 一种赚钱的方法 我觉得赚的差不多了 我就exy 我等待一个下次的进场的机会 所以我太太呢 用的就是这个strategy 用的这个strategy呢 也就是分享一下 我们家的strategy 就是说他把那个房子给卖了 我们的房子就是说卖了 那么大概有个 七十万左右的那个现金 所以呢 他就存入了一个 养老保险的一个计划里头 他在等待的如意算盘 就是说我现在把七十万卖了 我们呢 存到一个养老基金里头 存到那个养老基金了之后呢 等到大概七八年左右呢 我又把那七十万拿出来 又去炒房子 咱们华人对房子的热爱是不可抵挡的 没房子就觉得不好受 照样弄房子 但那伙那个房子已经跌下来 他也许 现在一栋卖掉一栋 也许就同样的七十万 那伙能买两栋啊 或者是一栋半啊 那他还是核算的 所以他那边呢就是说在卖高买低在这房子里头 然后呢我们再用另外一个strategy呢 就是说用了一个就是利差的那个赚钱的方法 让他原来的钱还在那赚 然后呢用个利差的钱呢 把他那个七十万拿出来 然后呢就是说中间的产生一个赚利差的strategy 用那个赚利差的strategy呢 又把他养老的钱给他那个 变出来了 也就是变成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两个合作 就是说我对他来说呢 说他存70万 那伙呢他再拿走70万 可能一栋变两栋 他就炒房子一栋变两栋 我帮他理财 现在割进70万 那伙呢我也给他拿走70万 但是我用一种利差的strategy呢 帮他赚钱 帮他赚钱呢 后面呢养他一辈子 每年呢6万块钱 这6万块钱可以拿终身 那么拿终身是什么呢 那你就是想想了 投入70万拿走70万 在这个过程中 等于他没投钱 然后呢每年呢有6万 要是从70岁开始 拿到要现在的人 有可能能活到100岁 我见过一个105岁的阿婆 就是我们就算那个人寿呢 人的寿命呢 是每过10年就都活3岁 那么呢你想 每年拿6万 10年就60万 然后呢30年36亿18 他自己呢就拿了那个 那个就又多出了180万 对不对 所以他投入70万 然后呢拿走70万 以后呢每年还有6万 这个呢就是房产抄底 又养老的一个方法 有这么一个strategy可以用 好 那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呢还有一个呢 现在呢我们也有这个大家知道 做房地产投资 为什么做房地产投资呢 刚才讲那个股市的回报比房地产高 那么呢是不是房地产赚大的钱就会比股市少呢 无见的就看你房地产投资 会不会用mortgage了 如果你只有20万的现金 你买个ugly的house 对吧 这是一种买法 那么呢就等到 假如说 那个另外一个人呢是用20万的现金 用了40万的mortgage 他买一个豪宅 假如说这个房子呢都涨了10% 那么呢这个20万呢涨了10% 不就赚了2万吗 那个呢是60万的呢涨了10% 他就赚了6万 但是呢他的mortgage 40万是借来的 那么我们把他利息算回去吧 就说5个%利息 就说他要这里头呢要花个2万块钱的利息 所以呢他还是净赚4万 你看到吧 所以呢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使用这个mortgage买房的话 刚才我们说S&P那个股市的投资 如果用自己的钱买房子 买房子的人是打不过 长期回报打不过做那个S&P那边的 但是呢如果你买房子 你会用mortgage的话呢 你使用了一定的杠杆的话呢 你是很有可能能够逼这个基金的 因为那个股票基金有一条原则 不要用借来的钱做投资 股票基金呢是 那个包括巴勒贝特在内 就是没有人 就要是你用借来的钱去买股 但是呢做房地产呢 你是用可以用借来的钱去做投资的 因为房地产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当 所以你就可以用房地产这个贷款来投资 这样的话呢房地产的投资呢就会高 但是房地产投资呢很烦 为什么呢你会碰到这个 这个 那个房客不交房租啦 就给你把你的房子damage啦 然后搞了party啊 那个让你的那个邻居投诉啦 在里头种大麻啦 吸毒啦 很烦 或者是三更半夜 房子坏啦 空调坏啦 漏水啦 他给你叫你去修 很烦啊 所以呢人老了 如果老了就喜欢这种简单的 那么呢 我们现在呢有一种叫做金融投资房的方法 就是说你不用去交 property tax 你又不用去交home insurance 也不用担心那个房子呢就是漏水啦 对不对 而且呢他还只涨不跌 这个叫我们叫做金融投资房 金融投资房呢有什么好处呢 他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呢是用自己的钱去投 另外一种呢是自己投一部分钱 还有另外一部分呢就像mortgage一样的 是用人家的钱来帮你去 用个低利息的钱来帮你去赚钱 比如说你用个低利息的3到5个percent 去赚7到10个percent的钱 中间能够产生一个利差 就是说中间来产生利差 就是这个leverage的那个人家的钱 如果呢用金融投资房的那个方法的话呢 就大大的提高了你的回报 而且呢你还不费事 不费事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就是大家来看看这个 这边的一个结果 这边呢就是说 如果一个女士53岁用20万来做一个实体投资房 假如说她也不用mortgage 等到70岁的时候 这20万可能涨成60万了 那么呢要涨成60万 那你就imagine一下 你有一栋60万的房子 那么呢你老了 你就靠收房子过日子 你收回来的房租要干嘛呢 收回来的房租呢 要减去property tax 要减去home insurance 要减去homeowner association fee 要减去maintenance 还要减去income tax 那当然了你能够抵一些东西了 那么这些七七八八减完之后呢 大多数人你自己算一下 你的回报近回报大概3到6个% 我们就是说3到6个% 也就是每年呢 有18000到36000的钱 就是说那我们就简单算一点吧 就是说60万大概5个%吧 就是有3万块钱 你可以拿来赚养老的 但是呢如果同样的20万 我们呢不想那么费劲 我们投入到金融投资房里头呢 那么呢他也一样 也假如说70岁的时候 也能够涨成60万 但是呢在金融投资房里头呢 他每年呢能够产生 10万块钱的养老金 这10万块钱要是能活到100岁的话呢 你想一年10万 10年就100万 30年呢自己就用掉了300万 然后呢还有160万留给后代 所以这个金融投资房呢 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是怎么运作的 如果呢你要是感兴趣学习 这个金融投资房是怎么运作的话呢 我们周四有一个金融产品高级班 会告诉大家这个金融投资房 会那个是怎么运作的 同时呢下个周四呢 也有告诉大家那个只升不跌的 因为刚才也讲那个股市也涨得很高了 我卖了房子万一股市跌了怎么办 我只要能找到一个涨得比较好的 那个没有费用的 能够涨到6到7%的 能够涨到这么一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会在下星期四会告诉大家有这样的那个计划 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学习去知识就是力量 那么呢你可以扫码来参加周四的那个活动 那么我今天呢也就是讲到那个Excel的那个计算器 如果大家觉得那个计算器来算一算你的投资怎么样 那么欢迎你扫我的码 或者是扫这个那个教务长Paul的码 那么呢让Paul发给你也好 或者把我发给你也好 就是有这个投资 同时呢就是说周四的那个活动呢 如果你觉得很好的话呢 那链接如果你现在不会截屏的话呢 你要在手机上你最简单 你现在就做一个截屏 截完截屏之后你把这个图发到微信里头 发到微信里头呢 然后呢在微信里头打开长按这个图 它就能够扫码了 就扫码了 那你就可以参加老朋友周四的学习 这样的话呢知识就是力量 那么当你有足够的知识 你就能够做到提前退休智慧养老 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么多 那么我们把这个 Ctrl教会给我们的教务主任夸了 好的谢谢方老师的分享 谢谢伯吉老师分享 我们下边呢就进入QI section 所以大家呢可以把问题打在QI里边 然后请两个老师来回答 那在之前的话呢 我们还要来一个开心一课时间 那就是我们的抽奖活动 这次是25块钱M9K付卡的 好的 欢迎你YUQRNM 是今天第三个25块钱M9K付卡的获奖子 好的 我们就继续今天的课程 这是我的微信 大家可以扫码加我的微信 也是LXLC16888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领取你的奖品 很多同学呢 今天是第一次来安心学堂 我来给安心学堂介绍一下 安心学堂呢 是给海外华人 提供一个QI我们自己的免费信息频道 聚焦在金融养老健康生活 这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课程学习 我们多学习多交流 才能更好地了解社会制度和系统 利用规则所付我们的财富 把学校知识未及所用提前做好规划 未与筹谋 那我们价值观是感恩和奉献 同时呢 也请大家推荐好的讲师 好的内容 也希望你们来安心学堂讲课 分享你们的故事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让我们一起把安心学堂办得更好 我们的slogan是 两师相伴亦友同行 安心学习一路向前 我来这边的quickly预告一下 明天五点钟 是环球之星2021年全球华人庆祝 亚太义传统文化节 还有国际儿童节的云端晚会 这会是一场非常美妙的音乐 然后有很多很多组织鼎力 打造的一个文化盛宴 这个是明天下午五点钟 每加息时间呢就是八点钟东部时间 还有机会抽大奖 晚上六点钟 我请到了罗宾老师给大家讲解 我们怎样解决与孩子的沟通不畅的问题 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用爱来陪伴着我们的孩子成长 这个是明天晚上六点钟每加息时间 九点钟每冬时间 每个礼拜二我们有免费的保险执照 还有微信营销课程 所以这是每个礼拜二六点钟 大家都可以扫码报名 然后如果是九星免费会员的话 就可以直接登陆 进入免费会员的网站 然后呢你还可以获得十个LMiles 每个礼拜四 就是刚才方老师讲的 金融产品国际班的课程 从6月3号第一个礼拜四 是整个系列的第一讲 所以会讲401 KIL, RIL, SEP, ROS 然后长期护理了 生前福利 教育基金 还有养老双收 养老传承双计划了 三计划 三分钟计划 然后家庭产产 最大化退职 所以明天 下个礼拜四 是整个系列的第一讲 那今天参加 今天课程的同学呢 全都有资格 在礼拜四的时候去抽奖 所以在礼拜四参加课程 那你就有可能抽到大奖的了 礼拜五是安心学堂的 股票投资社群的复盘 及案例分析活动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五 我们讲到ETF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还请到了 北风同学给大家讲解的话 他的投资经验 所以这次完全是一个 互帮互助群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扫我的码 我可把你邀请到 我们的股票投资社群 我们有两个群了 一个群已经五百满了 然后另外一个群 还有名额 所以大家可以扫码 也可以 我可以把那个邀请链接发给大家 就可以参加周五的股票投资社群的复盘活动了 每个礼拜五是有个贷款的事业说明会 所以大家如果对商业贷款有需求的话 或者是想变成一个商业贷款的经济的话呢 这个是完全可以去参加礼拜五的事业说明会的 而且安心学堂呢 我们现在有个优管频道 包括今天的很多课程呢 很多人可能说讲内容特别多 没有记下来 没有关系的 就到安心学堂去订阅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拿到记事的 还有我们很多的往期的课程 都在安心学堂的优管频道上去 所以欢迎大家订阅支持 我们目标是到1000个可以做直播了 也可以同时给同学们发更多的红包了 我们也有个安心的新闻群 所以大家也请关注168classim.org 所以我们有个新闻 每天有非常好的新闻 也请大家欢迎大家转发出去 安心学堂呢 有非常多的群 有通知群 读书群 同学群 教育群 新闻群 贷款群 还有发展群 创业群 理财群 知识群 所以我们也非常多的群 如果大家想进任何一个群的话呢 请搜我电码 我帮你邀请到我们群里面去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进入我们的QS section 我们就请了我们的两位老师来给大家回答问题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请打在chatterbox里面 有什么问题 看到了很多888和55 好的 对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加两位老师的微信 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去 给大家讲解一下 博杰老师 还有一个悠管频道 请大家关注他 可以加他的微信 让博杰老师 把他的悠管频道的链接发过去 给你博杰老师每个星期 都在他悠管频道上做了很多很多的评论 就房地产方面的 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博杰老师还做code call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的code call的现场直播 非常有趣 有人问说怎么样联系两位老师 这两位老师的QR code都在这个屏幕上边 所以你们可以少他的码 加两个老师的微信 你们就可以联系上两位老师了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去问两位老师了 同时安心学堂上用我们自己的悠管频道 所以大家可以去 去到悠管频道上去获得很多的信息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所以欢迎加我们两位老师的QR code联系 他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注意今天我们还有大奖 然后抽到大奖同学 注意联系我 今天晚上在客户联取你的奖品 好的 那我们现在再抽一个25块钱的大奖 和一个100块钱的超级大奖 这个是一个25块钱的M9的GIFT card 好的 June Lee 来恭喜你获得今天的25块钱的M9的GIFT card 请在课后领取我的奖 领取你的奖品 现在这个抽出来的话 就是个100块钱的超级大奖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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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抽到奖的同学们也没有关系的 你的名字会自动的进入下个礼拜二和礼拜四 还有下个礼拜六的抽奖活动 所以还有三次机会获得奖品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记住订阅安心学校的优管频道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 怎么样订阅安心学校的优管频道 因为很多同学问过 特别想支持安心学校提供了这么好的课程 也希望安心学校继续办下去 那也是想支持一下安心学校 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支持 那我在这里给大家示范一下 怎么样去订阅安心学校的优管频道 其实是很简单的 在这里面其实就打上安心学校 在这里面 Cort谷